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众向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潮州人之精神 昨日晚间在休斯顿参加了美国德州潮州会馆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届礼监事就职典礼 数百位相亲及中外嘉宾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台上的热歌进入一片热闹气氛 正显示出潮州人之精神 多年来我们国际区内许多成功人之大市场及个型商家 都是由潮州同乡们经营 他们从一个家庭扩展到大型事业 其中艰苦奋斗之历程令人非常感动和敬佩 他们绝对是我们华裔社区之表态 今晚前来恭贺之嘉宾 包括好友国会众议员格林 他带来一份贺壮表扬潮州人对我们社区之极大贡献 充分代表我们是一个种族之大熔炉 近数十年来 来自越面辽中南半岛的潮汕人因战乱逃到美国 经过多年之打拼 不但本身在商界出人头地 下一代的子女更有非常杰出之表现 美南传媒在许多大城市中都发现了 潮汕人之勤奋努力 是大家之表率 其团结之精神更令人敬佩 感谢观看